只要拿到全国前六名 就可以取得既有保送大学的资格 以及出国见习的机会 基隆二姓高中的参赛同学 抱回了两个金手奖 五个优胜 其中的金手奖 落在电脑维修的吴梦荣 及文书处理的林云军手上 因为这次比赛所需要的能力 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后我平常在学校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 我都是自己先找资料 所以先去问老师 因为这样才有学到的想法 然后这次比赛 就是完全在考对问题解决的能力 以及速度 所以我在比赛使用的林云军手 拿到了第二名的夹击 那对于金手奖 主要是要考验他的恒星毅力 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在这一块 我们的同学吴梦荣 他是非常的优秀的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尤其是他在学校里面 所遇到问题 对问题紧抓着不放 想办法要去突破的这个 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发挥得很好 所以才有这一次的夹击 尽管很紧张 但是平日自学 加上解决问题的能力 让梦荣报奖而归 另外文书处理金手奖的云军 展现出极佳的反应力 这次比赛最困难的地方是 他很考验我的反应度 就是我在看到题目的时候 我需要马上去反应他 要怎么做或者是最快的方式要怎么做 因为其实一个小时六题 根本时间不够 我连最后一题都没有做完 但是就是尽量多做 然后反应快一点 他其实是我 就是练习到目前以来 状况最好一次 这次二性高中资料处理科 得到文书处理的全国第二名 文书处理最主要就是在 比沃的软体的操作 但是它的操作 比较不是一般人会用到的那些功能 它非常要求里面的一些细节 还有速度 我们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完成六道题目 那每个题目里面又有很多的小步骤 那最主要我们这次得奖 我觉得很关键的因素 是在选手的积极度 就是小孩子自己本身 一定要很有意愿 然后愿意配合学校跟老师的指导 遇到问题 他也会想尽办法 去找到问题的答案 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 在做其他的比赛的时候 名次并不好 那是经过一次一次的失败 在调整之后 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虽然培训时间只有三个月 但是平日养成的扎实功力 加上满满的活力与学习力 让二性高中参赛同学全雷打 包围二金手五优胜 创下历年来的新纪录 当学生的基础养成以后 在高二升高三 我们才开始领选选手 做短期的冲刺培训 希望对学生的正常学习 影响到最小 但是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下 要面对全国来自各校 所有的技艺能的精英 的确这个比赛的压力是很大 那他们这次顶住了压力 都拿到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我相信学生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老师也是从旁一路陪伴 是最大的功成 那么也借此 希望鼓励基隆所有的学子 有致敬成 不管是学科优势 或者是技艺的优势 其实在现在的新课纲之下 他们都有自己发福的一片天 只要找到适当的场域 找到自己所爱 那么一样 他们都有拿到金手奖的一天 加油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